上次做的干花被蜡烛 竹心都用完了 我又发现了手捏花蜡烛 这燃起来也太有氛围感了 咱必须得试一把 拿出我做蜡烛的工具 做手捏花蜡烛还需要 有硅胶垫和勺子 第一步先起锅烧油 手捏花蜡烛用的是蜜蜡 但我只剩大豆蜡了 应该也差不多 等完全融化后 用勺子盛点蜡叶 打着圈平步到硅胶垫上 差不多凝固后沿着边撕下来 哇 不行啊 烂了 薄后不均匀 薄的地方一撕就烂了 不用去取了取精 原来辣液要保持在50度左右才行 这回再试一下 成败再次一举啊 哇 居然成了 得干净趁它还温热着 能塑形的时候把它折叠起来 第二片辣片包到第一片外面 辣片热着的时候有粘性 一层一层捏紧就行 这个像一点了 不错不错 有点内味 可以批量生产起来了 一个花蜆用10片 一个花蜆完成 这层层叠叠叠的还是挺像的 像是像 量也大呀 多加几个硅胶垫 又要开始爆干了 估计一朵花得整个五六七八八 再把它粘在一起 往两半中间淋点热辣叶 按一会儿就粘住了 以此类推一半半粘好 有点没意思了 就是这一层一层的着实费功夫 得可以我耐心足啊 这就是黄心啊 再往中间插个竹心 多余的剪掉 还得做几层外面的花瓣 一会儿稍微做大点 趁还热着用手指按出 花瓣自然卷曲的弧度 热辣叶涂涂到花心上 捏好的花瓣贴上去按压一会儿 一边观察花瓣的形状 一边贴花瓣 我一共贴了三层 实际还是挺像的 我觉得完美复刻 蜡烛这样做也太美了 就是颜色有点太白了 我要先点一下试试 哇塞 火光一只花瓣真的太浪漫了 没到心醉 这要是每天晚上点一个 不开心都会变开心了吧 我要想做几个带散的 你不知道饼鲜料能不能调用 先试试吧 它绞不开啊 完了融不进去 突然想起 还有点滑衣服的饼 滑粉片 这虽然带色 但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选个这个色 把它碾碎了 碾成粉末 倒进辣油里 怎么还有末呢 我有毒啊 有没有毒的 反正它是融进去了 做点花瓣看着啥效果 天哪 居然真的能上色 好像还行诶 加了颜色还看着厚实点了 我先一半半粘太麻烦了 就想做个底座 在辣块还软着的时候 把花心插进去 围一圈 外层的大花瓣 调了个稍浅的 我嫌抹拉太麻烦 花瓣根部往锅里沾沾 趁软直接贴上去 就省事多了 这颜色还是有点不太对劲 外面那层有点像塑料 左右拿了块黄色的花粉 这颜色跟开盲盒似的 浅黄色 炸了一张 焦了 但还好 做出来的花瓣还是浅黄的 层层叠起来 还有点发橙色 这个颜色感觉对了 也没有塑料感 OK 实验成功 外面的花瓣调成了乳白色 粘上去颜色很和谐 终于做出了满意的一朵 这个黄还适合做朵黄玫瑰 先用小瓣的包个花蕊 一直包到大拇指那么粗 再烧大点的花瓣 用手指捏出形状 一层一层粘上去 一直粘到自己想要的大小 根部再到辣叶里泡一泡 花瓣粘得更结实一点 这个颜色好看 好家伙 这捏得跟真花也太像了 每朵进步一点点 一个比一个优秀 还有个欺负你蓝呢 天呐 这个色开盲盒 开出了一锅毒药 还好做成花瓣成白绿色了 那这朵就整个欲蓝吧 做一个粗一点的花蕊 花瓣直接做大的 一层一层粘上去 这个形状也太像了 这个根部也泡泡 一朵活灵活现的欲蓝花就做好了 好清新啊这个色 这是我这一天的成果啊 到最后做上瘾了 16个小时做了9朵 虽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但是效果也是真赏心悦目啊 还能放在我做的竹台上面 贝拉里面也可以放 点上一朵就有一个又香又浪漫的夜晚啦 第一次整还算成功 再次再用蜜蜡试试 今天又是被美到的一天呢 嘿